嗨各位小財神 今天都還好嗎 寶可夢呢 要來跟大家介紹一張很棒的卡片 這個呢 其實是最近剛上市的這個HSBC的會賺卡 那它到底有什麼亮點 什麼厲害的地方 帶你來瞧瞧 好 那我們先話不多說 開始 今天的重點呢 就是會賺卡的權益優惠呢 帶你看一看 那第二個 我會怎麼去使用這張卡片 這是很重要的 第三個 它怎麼去使申辦優惠最多 今天也會跟你講 所以今天就是三大部分 那一開始我們來往下走 第一個就是 它的權益優惠分析呢 一起來瞧瞧 那它的官網 其實你可以點進去看 我們下方的資訊欄 都有相關的資訊 那先大家來看一下 它最主要的權益 其實是 它有一般消費1% 然後指定通路有3%的回饋 比如說 PC Home 然後 Momo 這是網路購物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呢 也有LinePay 接口 也是有非常高的回饋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UberEats 就是美食外送平台呢 這次是跟UberEats合作 那你可以拿到的是3%的回饋 好像3%回饋不怎麼樣嘛 但是呢 它有了一個所謂的 神奇的加碼 100%的回饋的這個部分 你就要特別去注意了 那 它最高可以來到6%的回饋 對好那怎麼拿到6%回饋呢 很簡單 就是你必須要開立他們HSBC的銀行戶頭 然後呢 賬上平均余額有10萬塊錢 好那你有符合這個條件之後呢 你只要在官網上面做兌換呢 每5,000點可以兌換1萬塊的刷卡金 好所以就是你的回饋率就變成6%了 好直接翻1倍 然後甚至一般的消費 含寶費的部分也有2%的回饋 好所以這個是 它是當卡片在玩的部分 那你可能會很好奇啊 就是最近好多這個產品 怎麼都是玩這種就是要綁定賬戶 甚至還要放錢的部分 好比如說我們的永豐大戶 放10萬塊錢你拿到的權益比較好 然後再來就是Richard 他也是要綁定這個他們的賬戶 做SH 好錢2萬塊進去 你才能夠拿到比較高的回饋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最近比較夯的是我們的聯邦賴典卡 也要綁定聯邦銀行的賬戶扣款 自動扣角卡費 或者是使用Ninubank的部分 那你才能夠拿到他這額外的0.5%的加碼 然後讓你來到國內2%海外3% 所以其實他們的玩法都是同一套 好那我們現在的HSBC也是一樣 他可能是要推廣他的這個數位存款賬戶 所以說需要綁定這個HSB的賬戶 或數位存款賬戶 你可以才可以拿到比較高的回饋 那在這邊也可以提醒大家就是說 如果你要拿到最高1000元的新戶裡 也別忘了趁這個時候 然後來解任務 你就可以拿到比如說新戶手刷裡是500 然後呢數位賬戶開戶加綁定之類的 好你就可以再拿到500 所以最高就是1000塊錢 好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是這檔卡片 我個人認為很不錯的一個亮點 好那你可能會覺得說行動支付也不過才6% 到底有什麼厲害的 但你要想想喔 我們的永鋒必備卡他的權益 好他是海外跟行動支付是放一起的 所以如果你拿來海外刷1萬塊 你其實行動支付就吃不到回饋了 好所以這部分的話我就會退而求其事 比如說我海外神卡 我就使用這個永鋒必備卡 那我的行動支付還要再另外找其他卡片 比如說用凱基模放卡 或者是現在HSBC的會賬卡也很好 好他有6%的回饋 那重點來了 他的這個部分是 每5000點來兌換1萬塊刷卡金 那這個他有兩種折抵方式 一個是直接折抵帳上金額 那就是1比1 但如果你要拿到1比2的回饋 你就是要手動兌換 那手動兌換的部分就會有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要累積多久才能夠兌換 好那這個官網有寫到說 他的這個現金點數的部分兩年為有效期 所以就是24個月 所以你需要在24個月裡面去刷到至少多少錢 你才可以拿到5000點 我幫你算了你看第二點 指定通路要刷多少才能拿到5000點呢 其實你5000除以3%好了 你就算出來要刷16萬 166666 所以兩年刷26萬一年就是刷8萬 那你也可以去算一下說 你的繳稅繳費只要能夠用接口支付來做 代收代繳的 好比如說你的水費電費瓦斯費都有在裡面可以繳的 那麼你用接口支付綁上這張卡片 你都可以拿到回饋 因為他的認列很簡單 他只要是有接口支付DASHXXX 他就符合資格了 好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不管你是稅費還是一般新增消費 其實都可以拿到回饋 這點是我覺得會賬卡做得很好的 他就是1系統認列 只要有就給你 好所以這是對於我們一般人來講 要繳水電費但是沒有6%省卡的 拿這張卡出來刷就對了 好那他還有另外一個彈數叫做 每月可以得到多少點數 那官網是寫10萬點 10萬點除以3%是多少 333萬 所以就是說你每個月刷333萬繳水電費 你都可以拿到3%回饋 那甚至你只要在官網做手動兌換 你還可以就是變成6% 所以我個人認為他應該是2021年的 非常厲害的繳稅繳費神卡 我們不要講繳稅 因為繳稅到時候要看看這些行動支付 有沒有開放你繳 那也別忘了 一定是要用這張卡片扣款 你才拿到回饋 比如說你用Line Pay Money裡面的 帳戶裡面的錢繳費 那就是跟這張信用卡沒有關係 所以你要特別去注意就是說 他最後是不是經由HSBC匯狀卡來扣款 才符合資格 那再來的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到底會怎麼使用 我看到的亮點是什麼 這應該也是很值得大家參考的 好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會把它主要綁在Line Pay跟接口來使用 不要小看就是說 6%好像會了不起 但是事實上很多銀行的信用卡 他們的這個7888 988的回饋 都是有上限的 比如說凱基魔放卡 它是每一季多200 所以你這樣往回推 就是1到3月這一季分 你最多就是刷4000塊 可以拿到最高行動支付8% 但是你刷過了怎麼辦 超過的部分你回饋率就下降 就變成一般的現金點自0.7% 就變比較少 所以這張卡片反而是會讓你就是 平均無腦刷 回饋都很高的一張就是6%神卡 很簡單 但你還是要特別注意 因為它的效期兩年有效 所以你必須要想辦法在兩年之內 刷到166666元 好 就是一年大概刷8萬左右 才會划算 不然你換不到也是放水流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我會把它當作是繳費 專用卡 繳稅不知道 繳稅要等到 比如說 眾所稅5月份的時候才會知道 但是我相信 眾所稅那個時候應該會有 也很厲害的卡片出現 所以提供大家參考 好 所以呢 只要是請款名稱上面有接口支付 或者是廉價等等的 一律都會給點 好 這個是官網的條款有寫的 所以我個人會把它當作是一個繳費審卡 非常好用 好 那第三個就是 如果我真的刷不到那麼多 我沒有辦法去做1比2的兌換 我還可以幹嘛 其實官網還有另外一個亮點 就是 每一點的現金點可以兌換兩里 好 比如說你可以兌換這個華航 亞洲外里通或新航或長榮 好 然後呢總共累積可以換67架以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點數好玩的地方就是說 他除了現金回饋以外 他還可以兌換 比如說 這個購網 這個網購通路的這個所謂的折抵金 還有10%的加碼 這個是 我在貼文上面有跟大家分享過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個人認為很不錯的亮點 你可以想一下 我們如果在繳稅費的時候 通常里程卡都會排除給回饋 那你其實基本上了不起就是拿幾%的現金回饋 但是你如果用這張卡片來做繳 其實你還是可以拿到里程 比如說6%的話就是說 你刷100塊錢可以拿到6點 就是6里的意思 因為他是1比2 所以如果你用這種方式 如果你刷1萬塊就可以拿到600里 或者是說你刷10萬塊你可以拿到6000里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是喜歡累積里程的朋友 你要特別去注意 因為差不多就只有這張卡片可以讓你刷卡 繳稅費 還可以1比例拿到里數的部分 這個是如果你有特別想要持續的集中累積里程的話 這張卡片是可以考慮的 好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特別把新行標出來 因為新行有一個很棒的東西 叫做A380的頭等艙 那個頭等艙其實是你可以兩個隔間打開來 他就單人床變雙人床 這個是我個人非常非常想要去體驗的 那當然我覺得每一個人的人生階段都不一樣 就是說當我是一個人的時候 我當然就會很認真的努力的賺錢財富自由 但是如果你現在已經 比如說你步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你可能有交往對象或者是怎麼樣 你可能就會說兩個人一起努力 然後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的人生階段都會改變 那現在的話呢 對我來講我會試著想要去 比如說累積新行的里程 想辦法去兌換頭等艙 然後跟朋友出去玩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我現在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還是會努力的把我的信用卡 所有的消費全部都盡量灌在 跟里程相關的卡片 那這張卡片就是我拿來繳稅費 甚至也可以累積里程的另外一個很棒的選擇 不然你可以想說 那不是用他們自家的旅人卡回饋不是也很好嗎 國內就是最右18元一里 海外10元一里 但是這種卡片拿來繳稅費就是沒有回饋 那你反而可以繞個道 用這張卡片我們的會賺卡 一樣可以累積里程 雖然說里程比例比較差一點 但它其實還是不錯 因為有總比沒有好 然後集中消費集中累積 你才能夠最大化自己的效益 這一樣就是我從以前講到現在都是一樣的概念 那再來的話呢 你要怎麼辦卡 欸好康 回饋最多 這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 匯豐它其實針對新戶的部分 有給很多的好康 甚至你不是新戶 你是舊戶的部分 你一樣可以 就是從來沒有開過戶的 去看一下它的HSBC的數位儲款帳戶 然後符合資格 一樣可以拿到最多500 這個條款上面並沒有排除 所以新戶最高1000 舊戶最高有500 這你特別注意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LINE TV 它有送你37天的方案 可以讓你5折 LINE MUSIC 也有一年的免費試用 他們其實現在很多那種 異業結盟 都是要讓他們自己的平台 的產品能夠讓更多人看到 所以LINE它其實也是很認真 對 前陣子才跟我結束就是節目的部分 但是它現在還是很認真 在推廣其他的產品 那像Uber Eats的部分 這次也是跟HSBC有很深入的合作 包括就是最優有400元的折扣 然後Google Play刷卡也有300 那這個部分請特別注意 有些都是要先登錄的 所以你如果確定要有使用這張卡片 請卡片來了 第一時間趕快進行登錄好嗎 不然的話它可能限量幾百個名額一下 就沒了 這是很重要的 然後它有一個手機保險保障的部分 你也可以上我們的這個 我下面附註的這個所謂的官網的連結 你自己也上官網去看就知道了 這相關的情形都很簡單 所以你如果是新戶 你最多除了1000塊以外 還有很多附加的服務 請你務必就是要用好用滿 這是很重要的 那除此之外 有沒有跟團好康 當然有囉 我其實在一月初的時候就有寫一篇文章 就是我們的HSBC匯豐信用卡的推薦攻略 那那個時候當然是還沒有這張卡片 現在有我就會把它放在正中間 就是邀請大家就是一起來跟團辦卡 這個優惠是最好的 好 那我們這邊的2021年的玩法是什麼 很簡單就是說 你只要辦卡的話 就可以參加我的夢幻異品挑戰賽 就是累積越多的積分 你就可以來把這個我們全團獎金的一半 51%帶走 那你要換什麼 夢幻異品你就自己換 這個是很簡單的 好 那現在如果你是新戶跟團的話 你可以拿到什麼 你可以選擇 送你一杯咖啡35元 或者是選擇累積500積分 新戶我就給比較多 那你如果是舊戶跟團 首次申辦這張卡片 也可以累積35積分喔 所以請你千萬務必一定要跟團 然後就是更好更滿 不論新戶舊戶 我這邊都有送東西 那也別忘了就是 你如果跟團申辦之後 記得要刷999 就是多筆簽單合併起來 只要新增消費滿999元 截圖整併成一張圖來回報 那每一季我就是依照時間 我就會把這個獎品 就是匯入到我們的這個活動積分裡面 那你想要了解更多 本團的優惠的話 也歡迎你按下面的資訊欄 然後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消息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我個人認為 很棒的一張HSBC會賺卡的介紹 也希望你自己會喜歡這張卡片 因為這張卡片基本上 我一定會把它拿來做繳稅費 因為真的非常的划算 市面上沒有什麼卡片 是可以給你這麼高的回饋 比如說中信商旅太金卡 只有0.2% 這個可是他的多少 30倍 這差非常的多 所以呢 這張我剛剛認為是無腦的行動支付卡了 真的還蠻不錯的 6%不差 但是就是有幾個門檻 你必須要符合 提供大家參考 那最後來跟大家簡單的總結一下 比如說他是我認為的繳費神卡 也是繳稅神卡 再來就是一點兌換兩里 不換現金 換里程其實也很不錯 尤其是拿來繳稅費的部分 可以拿到 新戶1000塊一定要拿 跟團我送你500分 是新戶的部分 舊戶我就送你35分 所以希望今天介紹的這個會撞卡 能夠讓你有耳目一新的感受 家裡面有很多水電費的 趕快辦這張卡片來繳水電費 真的很划算 真的很不錯 提供大家參考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